戴口罩鴨舌帽 网红耀乐出面指控艺人 严雅伦偷拍性爱影片 我跟吴哥林先生是 在2017年认识的 并且那时候在一起 但才开口不到一分钟 严雅伦突袭引起骚动 记者会硬生生被打断 严雅伦直冲现场 不止媒体震惊 耀乐本人更错愕 没想到主角会直接到场 严雅伦站定位后 什么都没说 先鞠躬十秒钟 我要在这边跟你慎重地 再说一声对不起 让你承受你这个人生 不应该承受的事情 真的很抱歉 对不起 哽咽道歉二度鞠躬 但耀乐从头到尾低头 双手紧握 一句话都不敢说 也没正眼看过 今天是你的记者会 我想你有很多事情要说 所以我就把时间 留给你慢慢的说 如果之后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会回应 话说完就走 身旁至少五位以上工作人员陪同 坦诚现身记者会 耀乐并不知情 绝对没有做任何强迫医院的事情 不是真的 我们当时就是在交往 那当时的影片是有偷拍的还是 是 绝对没有偷拍的 双方是合影的 对 媒体围上前追问 一出电梯立刻激动落泪 这是我没有办法行销 但要用这种方式 放弃 但偷拍未成年性爱片可能涉及法律问题 强调后续都会负责 只是同一时间选择站出来开记者会的耀乐 心情已经崩溃受影响 四出突然 然后可能耀乐先喘息一下十分钟 谢谢 不得已回休息室沉淀 重新调整状况 才能再还原事发经过 私密影片外流还被威胁 严雅伦即使露面致歉 也完全不接受 没有很愿意 他这些道歉不应该是我被爆出来之后 我爆掉之后 他才跟我道歉 他这几年又 在试图的调整跟改变 那在哪边 痛批言亚伦硬闯 道歉没诚意也没必要 加上直播画面曝光 不少网友认为 这是二次伤害 到现场给压力 很厉害的操作 对受害者造成压迫 使其禁声 真的无法苟同这种突袭手段 三立新闻 留意与张家轩SNG小组 特别不到